全唐诗卷12840 网川集 新遗物 王维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饿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全唐诗卷12840 网川集 新遗物 王维 木墨芙蓉花 山中发红饿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枝条最顶端的木芙蓉花 在山中绽放鲜红的花鳄 见口一片寂静 要无人计 纷纷洋洋独自开了又落 王维写《网川诗》时 是在安史之乱以前 自唐玄宗开元24年 公元736年 张九龄霸之政事 李林甫一派势力上台 朝政黑暗 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王维虽在朝 他倾向于张九龄的开明政治 对现实十分不满 而又无能为力 内心矛盾 产生隐退归田的思想 而又恋于路位 他于是先后在长安附近的中南山下 网川建立别墅 过着意识意隐的生活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diye主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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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 兼英文章